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中天亚洲台的总编辑时间 我是史哲伟 首先要带您来关注的是今天的新闻焦点 一国两区的议题持续延烧 陆委会主委赖信源和国安局长蔡德胜 都说事前不知情 但也都替一国两区说话 总编辑有深入的点评 主播知道的禁忌 美额元首不知道 麦克风没有关 又讲悄悄话 现在是全球放松 在电影《色界》里面大胆演出的演员汤伟 他在北京公开的场合 突然失控痛哭 活动中断 好的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新闻点评来宾 是中时电子报的总编辑梁宝华 宝华兄您好 是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好 我们现在先从最新的一个新闻切入点 要来谈的就是国民党的荣誉主席吴博雄 他替党主席马英九代话给中共中央的总书记胡锦涛 在这个里面他是强调一国两区 然后在台湾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们就先不论这个发言的内容 这个我们现在晓得的事实是 陆委会的主委赖信源 还有国安局长的蔡德胜 他们都表示事前对这件事情是一无所惜 那尽管说我们晓得这吴胡会 是党对党的平台 但是陆委会跟国安局 当然他们是政府的机器 所以跟党的性质是不一样 可是也不要忘了就是说 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 这个马英九他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那当然他以党主席抛出的政策 影响的如果是全体的台湾人民的话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赖信源跟蔡德胜 就算他们事前不知情 事后是不是应该也被告知一下呢 是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观点 应该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看看 简单说 第一个我还是说 所有的两岸的操作 基本上第一个高度是政治的高度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政治定位的问题 如果从政治的高度去看 我们的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 同时兼任执政党党主席 他虽然是说用党主席的身份 请吴伯雄荣誉主席 跟胡锦涛传递一定的讯息 我觉得是绝对是可行的一种方式 他是增加接触 一个高层接触的一个管道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安排里面 基本上是可以被考虑的 那如果说这一个问题 本身从实质上去看的话 因为一国两区 其实说到底真的 我们可以从宪法征修条文第十一条 其实已经非常清楚地 把这个格局定下来 所谓的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 自由地区就是指台湾地区 所以我相信在实质 从法律的层面上来看 这个也不会太有问题 而台湾抛出政策的 这个执行的问题了以后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焦点 转回到政策本身 就像陈如宝华兄您讲的 就是当天吴伯雄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 他一字一句讲出来 是马主席的版本 他说这个两岸关系的本质的时候 是一国两区的时候 事实上胡锦涛是面无表情 就算没有不高兴的话 怎么看也不像他是听起来很高兴的样子 因为面对现在大陆越来越大 然后台湾相对越小的现实的话 我们能不能说马英九的出招 等于是把这个两岸关系 从一大一小转成了一个相互平等的格局 换句话说 他可以被视为是替两岸未来 一定会面临的政治谈判 先预设一个底线 而且替中华民国 替台湾来争取空间 不过在台湾显然很多人不这么想 很多人都在进行批评 是 对于民进党来讲 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思考 第一个当然作为反对党 为反对而反对 这个始终是我们两岸议题里面 最大最大的一个困境 民进党先天有一个台独党纲 他对于他们各自的一个 政党本身的一个政治属性 是非常明确的 但是自从蔡英文这次败选之后 他觉得民进党应该重新面对中国 重新思考九二共事的事 之后他们党内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但是我觉得现在在九二共事之后 现在执政党主席马英九又抛出这样的一个议题 结果民进党内又没有共事 又大乱了一场 回过头来说 这个一国两区 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马总统 从头到尾的大陆政策 基本上都在落实李登辉路线 我一直这么看 很简单我们回头去看一看 在1991年的国统纲领 我们可以把国统纲领稍微拆开看 一个目标三阶段四原则 再一路看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 一国两区包括不同不独不武 所以两岸现状固定化 这里面十之八九都是李登辉那个时候 作为中华民国总统 一路在推动的一个两岸关系的定位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 现在最忠实的执行者 反正是马英九 对 保华兄 不过我们再回来看到一个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一次马英九抛出的 这一国两区这样的一个政策立场 在事先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 就是这个国安局长 还有陆委会主委 他们并不知情 也因此成为了在野党 乃至于部分执政党的人攻击的剑拔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说马英九是不是有必要 就是在这个不管是事前也好 或者是事后跟他的国安团队 就这个议题先打个照面 先做一个沟通 这样的话呢 事后就是等到 比如说在立法院被执行的时候 也比较容易来处理的 我觉得我们的马总统 基本上真的是一路走来死忠如一的人 你看像比如说美牛这个事情 他其实早已有定见了 但是到最后还是整个行政团队 要帮他背负整个执行不完美的一个责任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可以看那一天在福建厅 我们的荣誉主席吴伯雄 一字一句念 然后是受人之托 忠人之誓 你看这个说法里面 是不是带有一些情绪呢 那我们可以 能不能往回稍微推测一下 是不是我们的马总统 真的非常执意 要把这个政治的一个概念抛出来 那某种程度 是不是在他的团队里面 可能还有蛮多不同意见 那我们只能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去推断 他基本上真的是 他非常坚持要这个看法 而且他在团队内部的沟通 还不一定完善 而说到这个团队内部的沟通 不一定完善 事实上这也不是马英九 第一次讲一个 他自己认为是对的的话 但是外界的反应一不好了以后 他可能就马上有一些调整或转变 比如说在选前的时候 他认为两岸要签署这个和平协议 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那当外界的反应很负面的时候 他就提到了许多的条件 其中一个是台湾人民要公投 那这一次的一国两区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味道 不过我觉得一国两区跟 其实两岸签署和平协议这一件事 他在08年之前就已经先抛出这个议题过了 那一国两区呢 其实他有多次讲话 最近一次最起码2008年9月的时候 他接受墨西哥媒体专访的时候 也说了同样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讲 真的是他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洁癖的人 我们也都知道 而且他对他自己本身的政治认知 也是非常坚定不移的在执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国统纲领 对于我们的一宗宪法 这所有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 我们的马总统依法执政的决心 基本上他觉得这个似乎可以不用沟通了 但是就是因为不用沟通 所以造成了一堆的问题 所以他后续的协调工作反而会更费神 比如说像这次的美牛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因为两年前才发生过一次 然后导致了当时的国安会秘书长下台 就相同的考卷再拿来重考一次 这一次反而变成是行政院院长 陈冲他的头就变得很大了 对 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马总统的执政风格 他某种程度真的 他不是一个非常权谋的人 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相对单纯 所以他不沾锅 所以他的团队里面 基本上都是学者 各方面的一些智男为主 那我们同时也看到 他对政治的考量真的是非常少 所以搞到最后都是自己遍体鳞伤 这个我觉得 所以我说他的执政技巧 必须要不断地在承受 这也是我们不断在批评他的时候 都是他的所谓的执政技巧的问题 对 而如果说讲到执政技巧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个大策略 大方向 就是不久之前 前两三个礼拜 就突然无由来的 陆委会就开始批评平潭实验区 然后认为说这是一国两制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大陆两会的召开 然后这次国民党的荣誉主席吴伯雄 到了北京 然后见了胡锦涛 然后告诉中共中央总书记 两岸的定位是一国两区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是不是也有 马英九是不是也有 在对这个大棋盘的议题上 他有他自己的节奏呢 对 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去看一句话 当选连任之后不久 他马上说了一句话 我没有连任的压力 但是我有历史的压力 我觉得他绝对会 按照他自己的一个想法方向 一定会去在两岸这个议题上 某种程度我相信他似乎要去把 用一个法理的逻辑去把它框线出来 为两岸关系定格化 对 而讲到这个两岸关系定格化 当然我们晓得所有的事情是单巴掌拍不响 那我们另外一方面就要看的是 这个中共中央他们的态度 那当然那一天这个吴伯雄跟胡锦涛会面了以后 当天晚上的央视联播是头条 然后整整十分钟 但是另外一个我们也注意到的 就是关于这一次的吴伯雄跟胡锦涛的会面之后 就是中共中央对于对台湾的政策 并没有任何的新的说法或新的解释出来 这当然一方面 这是这个大陆本身的 共产党的体制上的运作的方式 但是有没有一个可能就是说 大陆方面显然的认为不以为然 然后也在思考说 要如何的回应马英九的这样的一个论述 是 对于中国这个庞大机器 我们可以真的把它想象成恐龙 你在它尾巴打一下 它到大脑肯定要两分钟 那对于整个中国大陆特别在涉台这一块 他们的反应原则性是非常强的 所以他们对于所有任何新的 甚至质疑到原则性问题的一些说法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在内部召开非常多相关的一些会议之后 才会慢慢形成一个新的共识 像以往我们就知道 比如说他们中共对台的所谓三段论 两岸的主权完整 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权 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三段论述基本上是 起码延续二三十年没有变 一直到前期撑后期 才把这个所谓的 才提了一个新的说法 叫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那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说法 某种程度是相对呼应台湾所谓的 主权对等的一个概念上 所以某种程度在做一些退让 在做一些妥协 但是它的前提还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 所以我们从头到尾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中国在对台政策上 它的最高原则就是一个中国 一个中国是不会做任何改变 但是一个中国之下 比如说他们对于九二公式之所以模糊 我相信都是在它一定的原则性考虑之下 所做的一个妥协 而说到这个原则性的妥协 如果说我们仔细来看 这个过去二十年的台湾 跟大陆之间的关系的话 我们长话短说 我们似乎可以认为 就是大陆的基调 基本上是有一点点 是慢慢的是在跟着台湾的调子在走 也就是说 就是从李登辉开始 慢慢的把这个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距离 开始拉开了以后 尤其是在陈水扁的八年 那接下来呢 事实上这个大陆方面 他们是很愿意 就是急切的跟马政府呢 重新的开始有这个相处 然后有这个共处 而且这样的一个结构 事实上站在他们的立场来说的话 似乎也符合中方现阶段的利益 对 所以为什么他们在 进攻长程度 第一个牵涉到他们对于台湾各 每一个阶段领导人的一个定位问题 像对于李登辉他们的定性 基本上他认为他就是一个走独立路线的一个领导人 那对于陈水扁那更不用说 听其言观其行 那对于马英九 他们始终认为是 这几任领导人里面 最可以打交道的一个领导人 很简单 因为08年他一选上 到7月两岸就直航 所以为什么胡锦涛在之后 会发表所谓的 夜九条三十周年的一个谈话 所以他在那个谈话里面 就帮两岸新关系做了一个定位 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个阶段 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对于两岸现阶段的交往 一定是他们最用力 而且愿意释放最多善意条件的一个阶段 好的 谢谢宝哈兄